你最后一幅的想法 我想知道 你最后一幅的想法 就是关于什么的 我觉得是关于未来 哈喽双双 小白 今天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我有几个想跟你说的东西 跟你说一下 就是关于昨天 的那个星星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了 这边有星空 如果你喜欢的话 现在原地转三圈 其实我想期待你的回答是 天上虽然没有星星 但地上有一颗 对 真不错 我起鸡皮了 怎么回事 最后就是想问你一下 今天你画画的时候 感觉你心情 就是情绪明显的不太高涨 我应该能得第一吧 全靠你了 全靠我了 感觉你有点欲言又止的 我真的 然后想知道你是 为什么不开心 没错 我也观察到这一点 是吧 他们独处约会 装装就是比较 没有给太多回应 最后 关于四公格的想法 咱们今天画了三幅画 我想知道 你最后一幅的想法 就是关于什么的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第一个问题 我其实也意识到了 然后我就事先在录音里 也解释过了 可以一会儿可以听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 不在大家面前说了 小贵的问题确实很有深度 是有几条吗 第二个问题 确实我今天的状态有一点差 然后 脑子不是很能跟上你 但是我当时想到的最后一个 就是 我觉得是关于未来 是关于未来 太甜了 身形男孩双双 很认识 好 下一位 就一条 吓死了他们都 只是我太长了问题 忘了没记住 哈喽小白 今天 我最想最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辛苦你了 就是我知道我今天的状态和表现也非常的差 就是 我们在一块儿画画的时候 我那种无力的感觉 就学过画画的 和没学过的 就得 我在这一块确实有一点一瞧不通了 但是 今天确实也蛮开心 不管今天 就是晚上咱们的评比 我们的名次是如何 在我心里 你绝对是第一名 绝对是第一名 绝对是第一名 这个有一点 可以 可以 很棒 像吧 是 但是还是想问问你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状态 我也知道表现得不太好 但在你想象中 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实话实说告诉我就可以了 当然不加不减也是可以的 我还蛮期待明天的行程的 我还蛮期待明天的行程的 首先是加分 肯定是加分的 肯定是加分的 好没出息啊 双双 一眼一眼吧 好 其次呢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方面 我想大家可能也是 对不对 我真的是 对音乐一点细胞都没有的那种 Doraemon Faso 就是一个吊唱的那种 我觉得 不会 大家可以就是 大方的就说 咱就不会啊 就别像我们关系呢 是不是 你今天也很棒 就 画得也很好 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 你会记得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幕 白雪尖 你叫我小白就好了 你也很耐心的教我 钢琴 我觉得 我也可以很有耐心的 叫你画画 对 这样子 好一个牌笔局 你叫我高树吧 你叫我写歌啊 好可爱 你叫我写歌 他就绝了 你叫我猜 你楼忍 我问你 你叫我